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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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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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跳就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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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星球 我想我什么都不会带走 进 妈 儿子啊 用功呢 吃点水果啊 谢谢妈 老妈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 张嘴 儿子啊 儿子啊 看啊 你学动漫设计没问题 但是咱们起码要高中毕业 然后大学本科给读完吧 是不是 这最基本的 到那以后你学什么妈妈都不拦着你 好吗 妈 你就饶了我吧 我真不是学树里画的料 你怎么可能不拦着你 你怎么可能不是这块料呢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多聪明啊 是不是 你就是脑子没用在功课上 那你看 你玩电脑怎么那么快啊 对 说起电脑来了 妈妈有一个新规定给你 从今天开始咱不能再上网了 不要够这种表情 明天会来一个家教 专门对付你的树里画 好 这才怪呢 乖 来 来 吃水果 好 吃完了再好好看书 我现在去学习 不不不 我先吃 先吃 妈不打扰你了 这个星球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留恋的 我也不了解人间 不理解这个世界上好多人的思维 知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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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 那以后你的理科可就交给胡老师了啊 他每个礼拜来两次 你好好跟人家学 人家可是理科状元呢 听见没 好 庄业你好 庄老师 那梁思雨您就多费心了啊 这个是 这一次的钱 啊 谢谢啊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一会儿看学 哎 庄业 请坐 哎 哎 胡老师 嗯 您平时上网吗 上网 哎 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爆的帖子 关于家教的 你看过没有 没有 我跟你说 题目叫做 如何礼貌迅速 干净彻底的弃走 家教 哦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礼貌 干净彻底的把我弃走了 我可没这么说 网上 网上呢 哎 如果家教不走呢 网上还有三百六十道大招等着呢 不用了 你这一招就够了 把这个钱还给你妈妈 再见了 奥特曼 永远不见 奥特格 丁昌 十七岁 高中三年级学生 因幻听导致强烈的自杀倾向 并有付诸实施的自杀行为 因获救而住院 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典型病例 有个真实的传记故事可控参照 约翰那时 三十岁的时候就被诊断出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可他六十六岁的时候 因为夺医论的研究成果 获得了诺贝雷尔经济学检 零六年他还到清华大学来讲学 他凭借自己过人的智力和精神的勇气和疾病 占了三十多年 这对于精神科医生和病人来说 都是一个振奋银心的世界 让我们在跟疾病斗争的漫漫长路中 不往前面就是水光 哎呦 王叔 看看 你们俩拖地 你能不能布他拖地 反正咱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除了工作 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能谈 谈 谈感情 我们俩谈不了感情 谈不了感情 那也叫感情了 对不对 话说 我希望我们能回到 从前那种师生关系 那样挺好的 你觉得能回去吗 这有什么回不去的 你能回去 可是我回不去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如果说 原来在你病危的时候 我向你施啊 是有几分施舍的程度一般 我现在 真的离不开呢 你还是赶紧结婚了 我真没有能力再玩这个游戏了 你别提结婚 我想跟你在一起 别闹了 别闹了 不许见 不许见 正解 联盟 喂 梁国辉 你赶紧回家啊 家教不到两分钟就让你儿子气走了 家教走了吧 老爷子从七夕哈尔带回一老太太 还说要结婚 你赶紧回来听见没有 家里出生了 家里出生了 阿姨跪姓 姓哈 七夕哈尔的哈 不是 你要我跟你说好几遍了 不是哈 这哈呀 在百家姓里这姓 念哈 哈 就是哈的门那哈 忘了忘了 我去准备晚饭 你们聊 多好 阿姨 我听您这口音 不像是东北人吗 我北京人 牛街长大的 后来嫁到东北的 我说呢 你爸爸这一路上 这可夸呀 他没吹牛 这夸什么呀 儿子好 儿媳妇好 我这一见的 真的好 我这突然来了 也没跟你们打招呼 别见怪 不能不能 您来我们高兴 欢迎您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好 我跟你爸爸有共同语言 我没当过兵 可是我哥哥当过兵 当年他二十三岁吧 解放战争都打了 战四平的时候 七进七出 受过三回伤 后来朝鲜战争 他去了 就再也没回来 那您见过大哥 不是 他跟你爸爸 是没见过面的战友 所以我跟他呢 有共同语 就是 但是 我在网上 看他那小说 子弹穿过我的身体 是 我一看这个 我就想起我哥哥来了 跟哪有缘 是吧 我们俩呢 商量好了 准备 结婚 挺好啊 那 这事您看 是不是该跟我姐也商量商量 跟他说不着 我就问你 我没意见 好 老人最后有一个伴人 是吧 这是最美的事了 最美不过西洋红 是吧 我支持 你孩子真好 只要你们俩能 幸福 安度晚年 这我们晚辈的看着 心里边也踏实 那您二位先聊聊 正前在这做饭 我就给大家搭把手 一会儿一会儿吃饭 爸 您给弄水果 吃饭 哈阿姨一会儿见 来 吃 你儿子真好 你们啊 这三代人 真是一家三口 每一个让我生气 梁家 不光这一家三代 还有祖坟呢 你要不我跟着一会儿跑跑 不要打击一大片吗 我真没想打击 啊 你说你 你说梁老爷子啊 七十多了 哪根筋动了 想起来要结婚 找一老太太也七十多 那以后谁照顾谁啊 你 我就不说了 看个梁思雨 不 一门心思奔着动漫就去了 连正经高中都不想上 这问题我还真不这么看 你换个方式来考虑一下问题 你就不这么想了 啊 老爷子要结婚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七十多岁人了 说明他青春远助啊 我你不想谈 我也不想跟你谈 你说梁思雨学动漫 怎么了 怎么了 一个人这一辈子有点自己的爱好 并且能够投入其中 我觉得很正常 和一家三口 你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合适 对 就是我不合适 那我也不跟你扯那么远了 你就说老爷子结婚这事儿 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妈问我呀 你一家之主 你同意就同意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 来大 我声明一点啊 以后他们要是结了婚 可别指望我天天回来做饭来 那找个王母怎么样 你出钱啊 又又又扯远了 我就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没态度 没态度那就是默许了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 你同意了 什么我就同意了 你同意了 我先说两句啊 咱们这一家子 凑得一块儿也不容易 还有你 哈爷 这咱们也算个团圆饭 这个 今天呢 我高兴 哈爷高兴 我们都高兴 那咱们都高兴啊 今天菜呢 正适合哈爷的口味 还是回民 不吃猪肉 以后咱们都得客服点啊 没什么好菜 吃吧 对吃吃吃吃吃 哎呀您吃 四个随便 来来吃看看 哎呦这孙子真好 您也有孩子吧 有 我俩儿子俩闺女 四个呢 四个 您没做好计划生意 哈哈哈哈 我们那边不行计划 您 哎呃您二老这事啊 挺好 啊 这个 我看 是不是 您也该征求一下 那四个孩子的意见 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 他们都没意见 就是他千里 相亲 他们都知道 我上这来呢 他们也知道 都不反对 他们呢 愿意 我们寻找晚年的幸福 我呢 我也愿意 跟你爸 手拉着手 慢慢的聊 这是我能想到 最浪漫的事 我呢 我也愿意 跟你爸 手拉着手 慢慢的聊 这是我能想到 最浪漫的事 这篇首歌呀 我会唱 您您也会 吃完饭给您 吃完饭给我们 对 吃完饭给我们来一小 那您赶紧吃菜 您照顾着 那是肌肉吃 没事 吃吧 饭都好吃 他就在这边谁啦 如果爱情继续长回来 我有什么好家 难道我一遍人家 学校生活能在家 对着电视当电话 想起你说的情话 哭的眼泪坏坏了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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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好 大概一点 保持 保持 好 诶 全身 全身这个姿势 我整天忙着住你 你整天忙着吃个医药 这不是玩我吗 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存在的就是一存在 我要跟我自己的老婆生孩子还得求着我老婆 我觉得我李长江扶得忒没劲了 忒惨了 你老公不宠言的时候 你是天 你老公不宠言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是 你在这陪着摩天楼吧你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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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浪人仙庞 一个是浪人仙庞 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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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别 别 别 白练 唱啊 唱 老师 老师你怎么了 我们还是继续练的啊 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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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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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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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车门滚滚向前 她不想追也追不上 最终被放在原地的是她自己孤立无援 进口骨关节的销售情况非常好 全市医院的骨科呢 覆盖了百分之八十 我们给出的条件也很优厚 我想很快能实现百分之一百 就百分之八十 没有必要百分之一百 为什么呀 我们不站别人就会站的 让别人去站 把别人挤急了会挤红眼的 记住了 数大招风 出头的船子先来 拿第一的未必是佼佼者 说不定是棒水 我的策略就是百分之八十 嗯 我懂了 李总 进来 都给查准 若林啊 你来 是不是又让我关心关心你们的白老师了 是 白老师在剧院情绪失控了 把服装巾的镜子都给砸碎了 林跟白老师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你是真关心你的白老师了 他是我的老师应该的 哎呦 您咋的可是先生盘了多年的冠帽和狮子头啊 这可是他的心爱的植物 这个东西很贵的呀 这个东西很贵的呀 不就是删核桃吗 看一看呀 这还补脑呢 住手住手啊 你干什么呀你 哎 你干什么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砸我自己家的东西总不用赔钱吧 娘 你砸 你可以砸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呀 没出什么事啊 好玩啊 我高兴啊 好玩 好玩你就砸剧团的玻璃 好玩你就砸我的山河头 你砸了这山河头干什么呀 你砸了这山河头 他能吃吗 你砸了这山河头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什么呀 为什么呀这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呀 什么都不喂 好 什么都不喂吧 好可以 娘 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 你跟我说行不行 你说出来叫我听听行不行 行不行 没有啊我挺好的 我挺高兴的 你说你是不是作呀 放着好日子不过去 是不是作呀在这儿啊 你离家这么长时间了 你不闻不问 我回来就看你砸我的额头 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你 你 不干什么 没干什么呀 想过了是吧 不想给我离婚 行 砸砸 我跟你一块砸 不就是喝的吗 不就是喝的吗 不就是那天吗 我不带回去 砸砸砸 行了吧 不过了 我现在有一种找不着出路的 同感 扔了他不行 留着他他不好好过日 作呀闹啊折腾 不 你说怎么 我现在就剩下对你苦笑了 可我这后半辈子也不能就剩下苦笑 对啊 对想想哲 你说咱俩 咱俩能逃走吗 能逃走吗 逃哪去 妙呢 说点现实 现在无法面对现实 无法面对也得面对啊 上有老下有小 你想跑 咱没资格 水 我觉得这个人生啊 很不好玩 不是很不好玩 是非常的不好 非常不好 你要说我病有没有想法多 我当然有啊 是吧 是个正常男人他就会有想法 可问题是我不能那么做 我真是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在跟你玩这个游戏 你饶了我行不行 我看所有的中年人跑小姑娘 她都是因为她年轻有生命力 这就是跟老婆的不同 如果我跟他们都一样的话 你觉得我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 可是咱们过日子 她不能忘记以前说重新再来 华叔 你看你现在才二十多岁 我希望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只要你开心了 我就就是挺好 喂 喂 我是华叔 你打错电话了吧 没错 郑医生 我是找你 我们可以见个面谈谈吗 见面 你有什么事啊 就见个面 可以吗 行 你说在哪儿吧 老地方 好 等着 我先问你 你约我来 杨国辉知道吗 不知道 杨国辉知道吗 不知道 喂 你的女学生华硕 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 杨国辉你给我解释清楚 他为什么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扰我挑衅我 你不觉得他该远离你的生活吗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怎么样 想要梁国辉是吗 想要梁国辉跟你过日子啊 你别忘了 他有老婆 有孩子 有家 这点基本的道德底线 没有人交给你吗 我知道 他有老婆 有孩子 有家 但是我也知道他不快乐 郑阿姨 你平时 一向都是这么板着脸吗 你看你脸上的纹路 都是向下的 有空啊 应该多去美容院做做提升 我是什么样子跟你没关系 更轮不到你这个小丫头 不知天高地厚的来教训我 我再一次警告 离我远一点 离我仗不远一点 看不清 来来 先先先 小酒 我不喝 消什么气啊 消不了 你说 他怎么就这么没道德 不要脸呢 我真是不明白了 你什么品位啊 就喜欢这种浅薄无聊的女孩子 行了 你知道人家浅薄无聊呢 就不要跟人较劲 要不然你就显得更浅薄无聊 你说我浅薄无聊 我 我现在是被你们俩 不清不楚地夹在中间呢 我们俩有什么不清不楚的 郑姐 你可以不宽容 但不要那么刻薄 我刻薄 你不刻薄吗 你刚才都用什么词了都 他 他可是一直在挑衅我 他今天来找我 就是为了抢你 你不觉得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吗 我来找你要句话 你居然说我刻薄 行 我从现在开始不刻薄了 我无限宽容 我给你自由 咱们离婚 你别拿离婚这事吓唬 你看我现在这样像是吓唬你吗 明天咱们民政局办手续 明天我没时间 那就后天 下午两点 段国辉 你别说你不敢 请С吴 我听起来 请不吓唬我 请不吓唬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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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点上你没我高尚 咱们三个人被人生给弄死机了 僵在这儿 总要有一个人点下鼠标 关机重启换来新的生机 我不过就是关机重启的那个人 你觉得我错了吗 你没错吗 一个人豁出去 能把骂名背在自己身上挺不容易的 我就是豁出去背骂名的人 在这点上 我觉得你们俩都没我高尚 你少拿你们这80后的歪理邪说 来对付我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你我之间 没可能 我想知道两个傻瓜新的故事 Guidľa 我还没用 两个傻瓜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什么意思 悲剧 干嘛呀 大把墙 想起 我都累一天了 你还不让我休息休息 我跟你说呀 我在民政局 看见郑杰了 根据我多年的侦查经验 他是不是要跟你离婚 那是他胡闹的 你不是就看见他了吗 我没去 什么胡闹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行了 你别参考 行 行 等我没说完呢 说 说 说 在这个时候 咱们家里只能天丁 不能见人 你要跟他离婚这事 我不同意 哈阿姨来了 郑杰走了 咱家就算生态平衡了 什么叫生态平衡 哈阿姨是我老伴 郑杰是你老伴 这怎么叫生态平衡 我跟你说 你要跟他离婚这事 我不同意 我 我知道 你记住了 我死都不同意 我死都不同意 你放心吧 你操那么多心干嘛呀你 回去 那么晚 你还在呢 去 睡睡睡觉 去去 早点去 去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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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åruna 到了 我不受伤了 卫生院同志 快抢救伤员吧 快快到了 到了 一会儿 到了 不是有人了 君毅同志 你愣在这儿干什么 快抢救伤员 就在 好好的 他就到了 这个董喜晨是我们的 恢复期的病人 平时健康状况还不错 饮食什么也挺好 这次突发脑梗 我想这种气质性的病 只能来找你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但我不能保证什么 我知道 你会尽力的 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 这是重症监护室 您不可能一直陪着他 所有的家属都一样 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是医院的规定 可我们年龄都大了 没有多少时间了 董阿姨 您要知道 来到这儿的都是危重病人 您放心吧 您老伴现在还算稳定 有什么情况 我随时会让护士通知你 姑娘我求求你 你就让我陪着他了 你说了不行 喂 是我 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董老爷子他们家就是董启臣 他们那个家属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让他们 懂不懂我两国会 还有点原则没有 我这是重症监护室 不是咱们家客厅 那是你想让他待多久 就待多久的事啊 我没法同融啊 没事我挂了 来来来来 先跟这儿歇会儿啊 我一点都够累 你身体吧 比我强 不是 主要跟你一块儿不高兴 老师 你说 刚才那老板子那么黑啊 六个西红柿要咱八块钱 我不让你买它的对吧 对 你看我换那家 这仨比你那个儿还大 三块钱 要不说你有本事呢 了不起 会过日子 是 我这辈子呀 志向远大 就是没逮着机会 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怎么啦 那也做出不少贡献呢 男主外女主内 你们家里不就靠你了吗 家庭妇女也是革命工作 你说话怎么那么爱听 累了 对不对 中午吃什么 是吃衬面 还是吃鸠片 鸠片 行 我给你做去 不好吧 好 比好还好 我 我好啊 我怎么看你 有点不高兴了 小哈 不是 你说好几回小哈 小哈 这我呀 老店的这个国徽 跟郑杰他们要离婚这事 离婚 他 他俩要离婚啊 他 这谁对不起谁呀 这事 这 他一把上拍不下 你说 很难 很难说赖谁 唉 我跟你说吧 这 就是好日子过得太多了 没事折腾 你要搁着抗卫元朝的时候 俩人都当军医 到了前线 那个时候 唐还疼不过来呢 他还能想到什么离婚的事 对不起 对 我信你说这个 唉 你说我哥 当时身边要为军医 说不定能活着回来 就是 你说是不是 唉 所以咱俩是知音 红颜知己 你明白我 我明白你 咱俩说得到一块 投缘 什么叫投缘 有共同语言 对 一样道理 咱不说这了 我给你丢片去 行 给你丢片去 唉 好 累你了 团长 我考虑很久了 今天的演出 我希望白老师上 怎么了 为什么呀 很简单啊 我不希望 我老师的饭碗 是被我砸烂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宁愿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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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爹 请您喝茶 谢谢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白老师好长时间不唱了 但愿您没忘记让人送鲜花 我还真给忘了 就是说在您眼里 白老师唱与不唱 已经不重要了是吗 暗帅地说不重要 我想要个老婆 给我生个孩子 给孩子喂奶 带孩子上学 您最开始就应该知道 白老师是位艺术家 说纯天然 她是个女人 她都没有伤害了 不要 it 怎么意思 我都不是说了 Geek 求你 rushing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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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强调 强调 那你怎么了呀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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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句话行吗 你饿不饿 你喝水吗 燕儿 你别吓着我 你想吃什么 我让天早给你去做 燕儿 咱别这样好不好 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吗 你说出来行不行 燕儿 你不能老这么沉着 这什么时候啊燕儿 你跟我说两句行不行 燕儿 燕儿 燕儿我跟你说话呢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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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走 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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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 你这搞的什么鬼啊 院长 我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我觉得医院不能搞创手 工资奖金要和任务挂钩 在医院里我怎么觉得都是 就是医生在病人那儿抢钱 医院是国家的医院 这么一搞就变成了一个大卖场 医生像是推销员 病人呢 就是这个案板上的鱼 还有吗 还有啊 精神病人一般都是长期的老病猴 陈年累月 已经把家属完全是拖垮了 我这个医疗制度改革报告里边 想做的就是加强政府的投入 让政府能够减轻病人的医疗费 让他们生活上能够尽可能的 减少负担 反正我这里边有详细的论证 您好好看看 你说的很好很对 但不符合现状 我们的现状是 政府的投入就这么多 医院要生存 医生要养家苦苦 你这个副院长 有责任保证全院医务人员的工资 奖金还有福利 回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不是老师 我觉得您还是好好看看我这个方案 您说的这个找平衡点呢 我也尽可能地找 您也找 我也找 咱们一块找 但主要还是你找 行 那我走了 好 哥们 你来得正好 我正怎么着找你呢 医院这两天让我搞创收 你给我想想办法 你还真找对人了 我是解决各大医院创收问题的专家 你这别砍 我都要听实质了 行 那我给你说点实质的 嗯 不会啊 我们家出大事了 怎么了 白小燕在舞台上失声 彻底不能唱了 回到家里是嚎啕大哭 人整个崩溃了 这两天更可怕 完全沉默 一言不发 他这么遮你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会 你赶紧给我想个遮 他要再这么闹我 他不把他自己作死 他也得把我给作死 这有点像抑郁症 不可能 他怎么会得抑郁症呢 他要什么有什么 他穿的用的 全是世界上最流行的 他要摘新衣 我都给他买梯子去 他怎么会得抑郁呢 根据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我觉得他这个抑郁症还挺严重 真的那么严重 严重 我想是因为他长期觉得情绪不好 所以迫害了他的身体技能 你要现在不用药的话 我不是吓唬你啊 都有可能有自杀的倾向 我都把他捧到天上去了 他凭什么自杀呀 跟你捧不捧没关系 那是一种心理激励 你让白小燕尽快到了这儿来一趟 还是不明白啊 我对白小燕百依百顺的 到底是什么让他得抑郁的呢 按道理啊 他天天这么折腾我 得抑郁的应该是我呀 你得不了 你这么坚强的人得不了抑郁症 你真的确定白小燕得的是抑郁症? 应该是 完了 这些完了 有我在 你放心 你解决一下我的实质问题 你什么实质问题啊 创收啊 创什么收啊 那白小燕都得抑郁症了 那边住你医院 天天你给他下药 不就创收了吗 护士长 哎 董阿姨 我来看看我们家老头子 可时间过了 你让我进去吧 那现在真不能进去了 主任 哎 董阿姨 主任 啊 我来看看我们家老头子 可时间过了 你说我们家老头子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他就有这么一个面相 他就想听见收音机 你看 我刚从街上给他买回来 你就让我进去行吗 主任 我求求你了主任 跟我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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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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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